我叫陳智霞,我今年25歲 對呀,等我給媽媽,大概三歲了 初初在家比較靜一點 我們覺得都OK,可能性格問題 但入了學校,老師一看就覺得她不合群 自己又自己玩,叫她坐過來聽書或者聽故事 她又不肯自己走去,她就打電話給我 她說,不如你可以去做一些三歲的評估 因為始終這一類的孩子都需要很多的耐心 而且是長期的 她跟我說了,我都很深印象,是一個馬拉松 她說,你現在做得到,你如果走得太快 不可能別人知道做得到 所以她說,你要盡量去自己做自己都喜歡的事 當時應該是三歲幾歲,知道她有這樣的問題 她們的想法,或者她們的經歷的事是慢一點的 變成,就不可以用我的速度 有時候自己都是要請假的 因為自己不認識的,沒遇過 那你都是要問一些相關,有這一方面知識的 無論是專業,或者是曾經經歷過的人 都可以告訴你,她們都是要大得很慢的 而且每個人都不同的 因為她去到四年級,是真的跟不上 聽到她說頭痛的 她們戒極都做不到這些工作 那我都是不想發落的了 那二來就是,可能有些事情都是令她有一個壓力 不想再去想 那時候就要,還是想起,還不需要她作出改變 那我就問,不如你去找一家女書功課的日牌吧 就是很感恩,她進去的時候也都被人發現了 她是有些某一方面的長處 那特殊學校她們都被挑選特殊學校王國這個組員 就是她主意就是前景,有去過參加過世界賽 那其實一個的訓練,她有規律啊,不著啊 你有機會去出賽啊,其實是合了很多東西的 那學校有很多交流的 你說一下有什麼交流 其實呢,學校交流只有三次而已 就是我去了西安、福建和北京 但是剛好最後那次去台灣,其實我沒有資格去的 但是老師呢,剛好給多個位置給我,就可以了 那這些都不是我們的計劃 就是都是一個機會來做 就是把握了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她讀過中學畢業 也都讀了這個職業訓練的學校 那但是始終都是,不是那麼容易去找到工作的 那所以都是需要很多實習多點 就是從實習當中去學好那個工作的技能 那剛剛她的教會也都有一些的事工可以給她做 就是從二十幾三十年前,可能就沒有那麼多資訊 那變了就會不太知道啊 那又沒有那麼多服務 但是其實如果你知道的話呢 你可以在相關的渠道呢 都可以找到適合的服務 那近這二十年是好了 我想最重要都是要有一個滿足的生 就是覺得她這樣已經是很好了 就算她小的時候,都是要長全喜樂的生 因為如果不是,你就很難過了 反正都是要經歷的了 那不如開開心心去經歷吧 那大家都開心一點 不會有太多的情緒 那也是互相影響的 那如果你負面的,你有法律器 那我就學了你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有一個張力的 都是要大家放鬆一點 你又開心,我也開心多好呢 那所以其實是大家都要學習的 然後就在你身上講 那你就能靠出房子 在你身上けど 就幫你一身接住了 死了 對,你現在真的會提供 在唇人說明我們去做通訊 知道 社交運台 你看看很清楚 這個問題 如果政深就做的